男子外卖总被偷 点了份变态辣蛋挞 把邻居小孩拉进医院 应该担责吗 这也太离谱了 之前讲过一个 大爷辣肠经常被偷 于是不小心 在辣肠里下了老鼠药 把小偷给堵死了 这没啥说的 故意杀人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 一个男子呢 经常外卖被偷 因为有一天 也不小心 点了个变态辣蛋挞 结果还真没了 可别知道 晚上一个女邻居 就给她家 咆咆咆咆咆 还通过叶主圈加她的微信 就质问她 为什么点这么大蛋挞 把我这孩子都落进医院了 呸呦 男子当然不干了 我就喜欢吃辣 最好辣死我 拐得招呼吗 于是 女邻居一起车下 就把男子告上罢给 哎 那没太难了 该男子 到底应不应该赔偿呢 那很多人说 不用带走 卢老师讲过 这叫预先设置防卫措施 正当防卫啊 没错 学进去了 这确实不用担责 依据明白典180一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 不承担你是责任 那有人说 不对 那一方可是个五岁的小孩啊 叫她家长说的 不懂事 这不属于防卫过当吗 这就要看了 首先 男子是点了个变态辣 并且订单上也写了 变态辣 辣死我吧 很明显是具有提醒对方 这个很辣 以后别再偷了 是具有明显防卫意图的 它不是直接在里面 偷偷的下了卸腰 具有攻击和报复对方的意图 这是不一样的 只要男子 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五岁的小孩 可能呢 也不达这字 就不需承担任何责任 而且啊 还可以要求对方家长 赔偷购卖损失 那有人又问了 那只责任 该谁承担呢 你们觉得呢 谢谢